大家好,我是胖子,最近一段时间呢,相声赛道是非常的火爆,先有皇二爷,后有极品相声帮,一个是老年痴呆前兆的开放型思维,另外一个主打退圈式的相声圈大点兵,这两天就有不少粉丝跑来问我,胖子你说这相声圈为什么都是这种货色呀,怎么什么话他们都敢往外说呀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,其实在我看来啊,这个也算是相声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,相声是语言的艺术, 早些年郭老师经常在台上讲,你也会说话,我也会说话,你为什么花钱听我说话,这其实就到出来相声技巧的神奇之处,这个王好听了说,就是在迎合观众,毕竟一人要指着说相声,挣钱吃饭养家糊口,留住观众是首要任务,王不好听了,这就多多少少有点逢君之恶的嫌疑了,当初侯宝林先生的关公战情中间有这么一句话,他敢胡点, 咱们就给他胡唱,其实也是这个意思,可那怎么说,那都是舞台之上的事,是假的,是表演,您各位听相声,谁也不会拿那个当真的去听,对吧,但老话讲艺术来源于生活,有人把舞台生活化,就必然会有人把生活舞台化,为了流量,不择手段,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,在这相声圈有五字的评语, 叫做牛皮无一行,这行人啊,知知有己,不知有人,说自己呢,杀齐个宰把个,过五关斩六将,要是聊别人啊,恨不得人人的户籍所在地,都在卖城,说出来的话就没法听了,本身就瞧不上别人,哪怕自己连搜窝头都快吃不饱了,他也瞧不上那些一万多人体育场的满坑满谷,再加上多多少少聚锐一定的语言能力, 说要上台表演,未必能够怎么样,但是在底下传个闲话呀,聊个八卦呀,那还是绰绰有余的,综上所述,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您各位,目前看到的相声赛道这个乱象,乱哄哄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主打的就是一个胡言乱语,信口慈黄,最后呢,我想说一句,我先声明一下啊,下面说的这些,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,相声这个行业啊,好人少,私底下尽量少和这帮人打交道, 什么加个微信呀,留个电话呀,没事出来聚聚呀,进到这儿呢,有人就会纳闷,这到底是为什么呀,因为这些人呢,他多多少少还是掌握一些所谓的买卖道,用今天的话讲啊,这都归为话术,连北那帮搞电诈的,用的就是这个套路,但凡这帮人有点坏心眼,您各位吃亏上当的几率,几乎等于百分之百,以上呢,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朋友们觉得胖子的观点还有点意思的话,多多点赞关注我,再见